Hello, 你們好 今天是9月22日 現在是11點半左右 恆指跌了90點左右 現在是23,860 好像之前兩天說 上星期五都叫大家沽貨 還有保持輕艙一點 因為有機會包括昨天會試24,000或23,800 結果就一次就搞定了 到了這位置 今天就叫做在初步23,800 首先不講港股 講回美股 整件事最大的影響港股 就是在美股市場 看回美股昨天 雖然曾經杜瓊斯跌過900點 但是在美段 特別是 在美段 杜瓊斯都收窄了 跌少了 而特別是NASDAQ 即是反映科技指數那裡 相關的指數來講 在美股市場上 曾經在兩點多下午時間 急升回1.5% 相關於上一日 相關於沒有跌過 跌了很少 而這個上升裡面 其實從技術上來講 有少少單日轉向 但未到單日轉向 因為它沒有升上前一日的收市 高過它 但都已經補回裂口 短期來說 看回科技股來說 有很多隻 昨天反而有所上升 包括蘋果升了3.03% 亞馬遜就升了0.19% Netflix也升了3.7% 而Amazon 就已經在100天線之上 在100天線之上 一直都沒有跌穿過 而Netflix也是 穿一穿過100天 又補回到資上 487元的Netflix 而Google 就有微跌一些 Google 其實就在100天線之下 是唯獨是Google Facebook 雖然是有微跌 但是日中 其實它差不多是 跟開市價來說 它收市價都是高過開市價的 其實就是 有少許 好像一個 是神祖之星 Morning Star 就是看那個 Candle stick 就是陰陽燭那裏 其實Facebook 有少許 都是暫時找得住的 而微軟 Microsoft 都是升的 升了1% 又守在100天線之上 這幾天就穿過100天線 接著又補回到 現在補回到100天線之上 所以其實很多隻股票 大的科技指數股 在NASDAQ那裏 都是站穩一些 而看外匯走勢 看日元和其他的外幣來說 似乎初步有少許揣定 當然這個都未完全可以證實到 資金會開始部署回到樓底 但是初步看到資金樓 和外匯走勢來講 是有點喘定 這個是一個比較好些 正面些的消息 當然 後面是否繼續下去 因為其實有幾個因素 除了指數受到技術因素影響之外 當然大家都知道 看新聞也看到很多消息 關於銀行洗黑錢 洗錢的問題 以及最主要都是美國那邊撥款的問題 在有沒有機會令到政府又停擺 而國民的收入那裏為了提振經濟 要很多的一些繼續的量寬 那裏的東西未達成共識 這些都是影響著美國整個經濟主股市 這個反而重要一些 還有疫情方面未有進一步改善到 在美國那邊 這個都是問題所在 但是極短線來說 香港又配合回 即是香港的指數 看回23,800是一個點位 如果23,800又跌下來再穿起來的話 可能慢慢又會向下再移到23,500 甚至乎23,300 這些位其實 看回現在這個位來講 距離都是300點到500點的距離 不是很多 所以量度回來 怎麼說呢 其實從指數和外圍很多的因素看回來 似乎又不需要擔心到那麼緊要 始終這次就不是三月份那次 很多的幾大因素 一個疫情,一個石油危機 幾樣東西加起來 令到債券出事 這些是一個問題來的 比較大的問題 此一時彼一時 這次就不是那些東西 所以這次的東西 不外乎在量寬那裡要加碼 還有一些科技指數的大型的 美國的股份 看下什麼時候回穩 現在開始初步看到一些回穩 是不是真的確認呢 現在還不知道 但是 大家可以看著 現在這個情況是這樣 看回我之前講過的股票 其實有很多都還可以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看回飲食股 譬如沙布沙布520 今天最低落過9.44 現在是9.84 又靠近開市的位置 今天最高曾經去過9.98 現在其實就差不多沒有什麼升跌 而9.9 都一樣 現在是17.92 今天最低17.62 最高18.2 其實就是現在這個位置沒有什麼升跌 所以這類的飲食股 仍然處於那個強勢 只要外圍揣定 而香港這邊技術指數有個支持 開始的話 有機會這類的股份 也都會有一個上落市之下 又可以給大家一個選擇 當然都是那一句 這些位置市況波動大 量力而為 有些貨之前 如果有貨的 就沒有必要去再 在這麼近的價位裡面再加碼 但如果沒有什麼貨走了 就可以考慮 做短線錢來做炒作 指數來講 23,800 如果真的這個位置可以找得住 上一個位置 再對上炒上去的位置 上面的阻力位在哪裡 變成24,600 24,600 24,600 23,800 守得住 就去24,600 還有差不多800點的空間 似乎大家看到 24,600 23,800 有88點 下面是23,500 到3,300 那裏都是500點 300點的距離 所以開始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沒有貨的 很少貨的 可以不妨買少許 做一個短線上落 當然大家要注意風險 這個要量力而為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為什麼呢 十一黃金周到 國內的疫情是完全受控 現在是說那些氣泡城市 Bubble City 多開幾多個 內地的旅遊各方面 都開始活躍 你看看 香港棕櫚 都站得穩 近期都沒有什麼大量升跌 都站得穩 而另外 再看看大型的科技指數股 我們的科技指數股 阿里巴巴升了4.2 京東升了4.4 升了1.6 阿里巴巴也升了1.5 小米升了3% 21.2 而騰訊 就跌了過半人錢 差不多沒有什麼升跌 所以你看到 香港的科技股龍頭 其實就沒有什麼升跌 反而部分還有上升 其實今天的表現 跌得那七十點 是很輕微的 其實你都看到的反應 似乎在這樣的情況下 但今天的成交 不是算少的 來到這個位置 都有五百多億的 所以證明其實有部分錢 是開始在這些低位置 滲下滲下滲下 又有賣少少 但多幾個東西 雖然有這件事 但大家不要太深紅 都是市場有震盪 另外我之前說過的很多股份 譬如是 加碼國際 今天是沒有什麼升跌的 3.63 中國飛機租任 就6.7.7 沒有升跌 神州控股 就6.58 升了五個先 即是不夠1% 它跌下去 開市的時候 6.48 最低6.3.5 很快就走上來 這些都是顯示到 其實資金沒有撤離市場 有部分其實都是在短期炒作 另外 就 封盛 三個二十多 就在這裡橫行 沒有什麼上落 當然這個成交不是大的 是在這樣的情形 而永達汽車 因為它其實 就 之前這兩天都說過 豪華車銷售得非常理想 所以其實它都沒有升跌 在這些位置 那麼 韋市佳傑就5.75 微升了兩個先 那這些就不是短炒的 是看長一點點的 因為在那個 SAAS IoT 以及PAAS IAS 所有這些高科技平台上 它是其中一個 很有代表性的公司 這是可以慢慢作為中長線的 留意 那 那 越海 大家都 擔心越海 曾經說過 越海今天是升的 升了1.7% 是升了兩號二指 所以整個情況來講 還有 航空股 1055 南方航空 是4.4 最低下4.2.8 開4.51 就跌了3% 那這個都正常 因為之前炒得過高 回回一些 東方航空 3.4.5 就跌了9個先 大概2.5% 那 航空股來說 都是 我看 它不會 怎樣去 再大幅度 下去 原地踏步 當然我講的價錢 那時候是比較低 但是現在 比我講的價錢 仍然是升了有一截 但是 投資者不妨留意一下 這類股份 因為這類股份 其實在現在中國 疫情的全面受控 還有 十一黃金洲 和未來再開 那些 氣泡城市 各方面的 慢慢慢慢再展開 慢慢都會繼續看好 人民幣仍然會升值 那麼 似乎到年尾 的 比我預期的指標 會更加提早完成 人民幣繼續會做好一些 所以總括講了 大家不用太恐慌 应该要用一个上落市的行为来做炒作 去做投资 而放的银码、子弹就不要放那么重 当然这件事量力而为自己每一个人的准则不同 按照自己的处理方法 之前一直说平均的买入、平均的沽出 目标价、指示价是一个参考的位置 不是明天的目标 这是整年的目标 所以在中间的过程 因为一来未开到Live 可以再短线一点、紧密一点 但是在答Message 有些朋友都在WeChat问我 WeChat会更方便 为什么呢? 在WeChat我可以录音说给大家 快一点 Youtube是要打的,会辛苦一点 但是这个也有时间差在里面 始终我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的 不可以十二小时 所有时间都给你们 就是去看 这个就是希望大家要明白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要自己去很短线的事情 自己去调整一下 目的就是拉一个美好的平均 高一点就沽一点 下来又买一点 拉一个美好的平均 有部分货 如果我说过的 或者大家认同的 看好的 就坐久一点 放久一点 经过这些波动之后 它就慢慢做好 这个才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正确的投资的心态 和策略 不紧要的 上落始终都有的 还有呢 有些朋友最近回答一些讯息 就看到有些货 有些投资 都是之前积极下来的 不是处理得太好的 有机会 慢慢的 不可以即时的 有机会 你给我的投资 我再给你一些建议 如何再调整一下它 因为为什么呢 市大升的时间 你去调整你的组合 是很难的 在市场低迷 和下跌探底的过程里面 短期这些调整里面 你去调整你的组合 去一些强势股 更加有前景的股份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时间 明白吗 这个就是一个 股票市场的投资 是一个 除非你以后都不玩 如果你是 喜欢这个市场 在里面做投资 是去赚钱的话 这个是一个终身的博弈 等于打仗一样 你就要认真对待它 还有要有个策略 就不是说打开一份报纸 听我也好 谁也好 听一个人说 说了之后一窩蜂去做 就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自己有自己的判断 就不是靠听消息 特别有一样东西 那些很小的股份 很小的股份 那些先股那些 就千万不要碰 还有有些急升 突然间扯上去 升一两倍之后 叫你追的 你就不要制了 这些绝对 就输多个赢 一进去之后 因为如果没有成交 跌回来 原地踏步 你就损失很巨大 因为升了两倍 跌回来 原地踏步 就是跌回两倍 那条数据很耐计的 最重要是 自己 柜桶里面的子弹 要保得住 慢慢增值 到你增值到一段的财富 再放大一点 这件事是相对的 所以今天讲到这里 很多多谢大家的收看 亦都是不厌其烦 希望大家多些支持这个频道 现在去到八千多 希望很快就去到一万 去到一万之后 我就答应了大家 开Live 我现在都在研究中 大家记得 介绍多些 在你们的朋友圈那里 叫他们去订阅 是免费的 还有点了个钟钟 点了全部 我一日有新的片 一出来 大家就可以即时通知大家 记得订阅和点赞 介绍多些给你们的朋友圈 这个频道的成功与否 暂时来说 我都尽量可以去应对你们的所有问题 所以在这段时间 希望大家多些支持 多谢大家 说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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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